各位法友们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都清楚啊 2020年的开年呢特别的不平静 发生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 天灾人祸特别的多 尤其呢是在武汉发生的疫情 确实让很多的人遭受了病痛的折磨 从而呢也让更多的人为之感到痛心 那么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障碍或者疫情的时候 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从法上而言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修持转移为法道的法门 那这个法门呢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听说过的 那个时候呢身体不好生病 然后我的老师呢就告诉我 如果我能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修持这个法门的话呢 不仅仅可以暂时缓解一些疼痛病痛 同时呢也能够在解脱道上呢 积累许多的资料 所以那时候大概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法门 当然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呢 转移为法道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真切的了无空性的话呢 其实是做不到的 所以今天也好 大多数时候我们谈论的转移为法道 其实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转移为法道 它并不是究竟的 但这并没有关系 哪怕是相对的 它也始终是特别有利益跟功德的 也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那么这一次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障碍跟疫情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 都是特别的复杂的 肯定是五味杂陈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要去开始我们的羞耻 在我们心中特别的慌乱 或者说是焦虑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开始 有意识的去开始向内去检视 向内关照 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记得 这个佛法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乎于内心的 它是关乎于内在的 而并不是向外的 所以第一步呢 向内去检视 向内去关照 认出这些念头 认出我们 在面对这个疫情 或者说是障碍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们有哪样的念头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而且的话呢 在我们去关照这些念头的时候 不需要去做任何主观的判断 或者主观的干预 我们不要去制造新的念头 也不去追随旧有的念头 我们仅仅只是观看 仅仅只是检视 仅仅只是认出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要认出我制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念头的话 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念头 还是关于我制的 还是有我制在里面的 比方说 我们面对这一次的障碍 我们会想到 如果我感染了 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我的亲朋好友们感染了 那该怎么办 我怎么样去做 才能够去帮助到那些被感染的患者 我怎么样去做 才能够让自己免于被感染 诸如此类的 我们不去探究这些念头的好或者坏 我们仅仅只是要去看到 这其中有我制的存在 这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的话呢 就要认出我们所有的期望跟疑惑 我们所有的念头当中都有 对于好的事物的期望 跟对于坏的事物的一些疑惑 或者排斥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并不打算要去解决一些什么 我们不需要怀着去解决 或者去对峙的心态 或者发心去面对这些念头 面对这些期望或者疑惑 我们只是去观照 只是去看 那这是第三步 那透过以上的这三步的话呢 我们就让自己慢慢的进入一种 特别清净的觉知当中 安住在这种清净的觉知当中 那如果能够这样子去做到的话呢 这就是转逆远为法道的一种修持 当然这种修持方法呀 它其实是更适合于 对于佛法有一定了解的人 对于实修有一定经验的人 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自他交换 是一个特别好的 转逆远为法道的修持方法 所谓的自他交换的话呢 就是将一切缺憾过失呢 都留给自己 把所有的圆满功德呢 都供养给众生 把所有的这些逆损啊 或者挫折呢 都留给自己 把所有的成就跟利益 回上给众生 那么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或者说是修持的话呢 它就叫做自他交换 那当我们这次面对 这些障碍跟疫情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思维 比方说 我们思维 将自己的这种健康 快乐 喜乐 平安 供养给所有的这些 在疫情当中遭受折磨 遭受病痛折磨的众生 而且呢 我们要将这些众生身上的 病痛 心灵上的这种恐惧 全部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由我们自己来 全部 承担下来 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呢 这就叫做自他交换 这就是应对我们这次的障碍的 一种自他交换的修持方式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也是转逆为法道 也是非常的有利益的 所以这两种方法的话呢 其实就是从法上面对的一种方式方法 那从事件的角度来讲 那法上就是出事件吧 那从事件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特别希望我们身为佛弟子啊 每个人都能够从实际行动上呢 去帮助这次受苦的这些个众生 当然首先的话呢 还是要做好对自己的防护 那这个的话呢 并不是出于一种自私自利 而是出于一种利他的考量 出于一种自利利他的考量 因为只有保护好了自己 你才有可能去减少周遭的亲朋好友们 遭受感染的可能 只有做好了自己的防护 你才有可能去帮助或者去利益 其他的一些众生 所以说首先还是要做好对自己的防护 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 就尽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 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众生 去帮助这些这次遭受苦难的众生 不管你是要去做义工也好 或者说是出自己的一分利也好 哪怕是去帮别人去呼吁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做的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有智慧的去做 不要特别冲动的去做一些 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事情 还反倒给别人添了麻烦 那就不好了 同时的话呢 我觉得认出自己的不安焦虑 还有负面情绪特别重要 因为这次短时间内 面对这么多的事情 一定是有特别多的这种 不安跟焦虑的 所以说我们要有意识的 去认出这些不安跟焦虑 不要在无意识的过程当中呢 让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 影响了周遭的人 不要因为自己的贪嗔痴 从而还勾起了 自己周遭的这些人的贪嗔痴 而让他们去造业造恶业 这样子的话呢 也并不智慧 也并不好 所以呢 要从一开始就有意识的 认出自己的不安跟焦虑 把这些东西的话呢 去好好的 如法的去控制 去对治 当然也并不是说 完全的能够控制得住 但是的话呢 你只要有意识的去关照 我觉得整个事情就有变好的可能性 那其实 我觉得这部分也并不需要去讲太多了 有一点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的 就是这次 这整个疫情的发展 或者说是这种 发生的根本原因 其实可能并不是因为某一个野生动物 或者说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吃了某一只野生动物 而是因为我们作为人类 我们有太多的奇怪的欲望 或者说是这种 特别没有必要的欲望 而且这种欲望呢 通常 特别特别的庞大 所以总而言之呢 就是因为这种欲望 过度的欲望 完全无度的欲望 导致了这次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我觉得这一定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当然呢 就这次 也许因为这样的障碍吧 我们会有许多的空间的时间 在自己的家里面待着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希望大家还是仔细的思维一下 看看自己有哪些不需要的东西 看看自己有哪些 并不需要马上去获得的东西 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清楚 自己能够在一种 相对来讲 亲近的生活过程当中 生活下去 人的一生当中 并不需要去拥有所有的一切 哪怕清心寡欲 也可以过一种 非常圆满跟亲近的日子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一点 最后的话呢 我当然要说 希望这次的疫情能够早日消除 当然了 也希望 奋斗在医线的这些医护人员 能够平平安安的 也希望每个修行人 学佛人 都能够通过这种一次又一次的苦难 而得到一些启发 能够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学佛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在离苦得乐的道路上 需要去克服很多 但是最终 我们真的是为了要去解脱 而去修行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一点 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